长假第一次来上海怎么玩 也是法 长假我朋友第一次来上海 但上海好大呀 不知道从哪开始玩 其实从旅游角度来讲 上海很小的 长假第一次到上海来玩三个曲就可以 哦快教教我 第一个曲啊 从人民广场开始 市政府人民公园 走过南京东路到外滩 看外拜渡桥 苏州河 蒲西看蒲东 然后去玉园城隍庙 这里是以前租界外的老上海城 然后百渡船到蒲东 陆家嘴三届套 东方明珠 滨江大道 蒲东看蒲西 如果时间充裕 可以再去这块鸿口去北外滩 可以看看提南桥 再去波隆路 塞岸路这一局 相对人少 这些地方呢 我统称为浦江区 专门是打卡游客照 是正名来过上海的标志 玩两到三天 哦哦还有呢 然后第二个曲 从老鲁湾开始 环海路新天地 湿南路田池坊 到老静安 静安师啊 去长富啊 再到徐慧武统去 武康路 安福路 恒山路这一边 最终到徐家会就结束了 这些地方我统称为小支曲 穿上你最烧气的衣服 喝喝咖啡 扫上你最会拍照的闺蜜 或者男女朋友帮你拍 是正名你体验过 上海金字精英的标志 玩两天就差不多了 那还有第三个曲呢 前两片呢 是连在一起的 第三个曲是独立的 就是迪士尼度假曲 这块要独立玩的 因为烂了远 并且和上海风情 就没什么关系了 可以玩两天 还有吗还有吗 啊 好了呀 差不多好回去休整一下上班了呀 那我听说上海还有什么 蛇山啊 崇明啊 定山湖啊 海边啊 你都没有说啊 别瞧了 你说的这些地方 留给我们上海人去跑吧